这个Shape Ratio吧 如果他如果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开始以为Shape Ratio是重点 结果他就不关心 甚至他只是关心我的interest value 也不关心我的Shape Ratio 我觉得Shape Ratio 更内容 他如果说 我懵了 我一直以为Shape Ratio是很重要的东西 不是很重要 反正只要把数据算出来 算对就可以 也就是前后逻辑搭得起来 你看如果你前后逻辑搭不起来 他就会问你问题 就知道 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Shape Ratio都不说 他如果说 他就会说 你们每个每周 要记录自己的一个return的回报 如果说你们去记录 你们的return的回报的话 那你们之后算Shape Ratio 就不可能会算出来 反正就这个意思 你知道啊 就是这样子 包括之前S&P 这个都是 反正就是我感觉 就像没有讲清楚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对 那这里反正 你这个只要按照正常的 去写 我觉得就ok了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一些 其实这个你可以去参照你原先的PPT 对吧 它里面文字版叙述 然后那你就是把它连成 一个像文章 essay的文章一样的情况 嗯 这种东西你不够写 你就说这个product composition 用谁谁谁组成 然后这一些人是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这不就解释 integrating跟intelligently 这肯定是从人物分析上面去说 嗯 对啊 以及他们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inside的这一个 或者是allocate capital 这些都是要通过你的financial statement 里面的数据来说明 对吧 嗯 你不用数据说明 肯定没有办法去说这种事情 所以就是我觉得 然后这一块